在十多年以前 电视上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女主持人 她以知性出称 每次出现在镜头前都是谈吐优雅 不卑不亢 她敢于报道最黑暗事件母后的真相 为人们揭露一个又一个的骗局 是人们心中最受信任的女记者 这个人就是柴静 但她却因一场简单的采访 在一夜之间 从公知女神变成了被外人唾弃的存在 如今更是完全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里 网上几乎不见她的任何消息 柴静是被封杀了吗 现在又怎么样了 在还没有成为全民公敌之前 柴静可以说是人们公认的记者界的良心 2003年非电全面爆发 来世比2020年的新冠还要凶 而且当时的网络不发达 信息传递十分困难 人们迫切的想知道更多消息 这时还是一名小记者的柴静 将生死抛之脑后 向上级申请 希望自己能前往一线报道 就这样 她孤身一人 奔赴了非电前线地区 冒着被传染的风险 与病人 医生 零距离接触 为人们呈现了最真实的信息 这样的勇气并非是所有人都有的 而财新的出现 无疑是稳定的明星 安抚了百姓 也就是在这时 这个身材单薄 浑身透露着知性气息的女记者 被全国人民熟知 非电结束后 柴静获得了年度风云记者的称号 就此成为新闻界的标杆人物 在往后的几年里 柴静秉持着探寻事实真相的原则 被人们揭露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骗局 从工厂污染到华南虎事件 从药家新案到矿难现场 柴静将每件事情的真相都扯到了阳光下 他做到了让无名之辈有了名字 让无口之声有了声音 在那几年柴静的国民好感度居高不下 成了大众最信任的记者 更是被网友封为了公知女神 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 他成也公知 败也公知 2013年 柴静出版了一本名为《看见的书》 书中讲述了柴静多年的 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 揭露了很多现实问题 书籍已经推出就受到了读者们的疯狂追捧 短时间内销量突破100万册 是当时全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但也因为太过真实 引发的争议太多 最终这本书被做了下架处理 但这丝毫不影响柴静的人气 那一年 他的事业和名气都达到了巅峰 而危险总是在最安全的时候出现财之密 就在书籍发布的同一年 柴静被爆出远赴美国生下孩子 根据美国法律 只要是在美国领土生育的孩子 出生便享有美国国籍 虽然赴美生子是一件很常见的事 但有很多人认为 柴静是以爱国之名发声的女主持人 却表里不一 有两副面孔 嘴上说着爱国 私下让孩子加入美国国籍 这是对爱国之名的一种亵渎 柴静因此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抵制 这件事成了口碑大爹的导火线 而后他在2010年采访 丁仲理院士的视频也被曝光 在采访中 柴静提及了 西方国家制定的IPCC协议 协议内容是 为未来数十年的碳排放量 制定标准 划分等额 再由各国分摊 但这个协议却对我国 以及不发达国家 有极大的不公平性 遭到了我国的强烈反对 而柴静则在访谈中 站在了西方国家的立场 夺子质问丁院士 为何不同意这个计划 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了西方 来牺牲自己的利益 用各种刁钻的问题 来反驳丁院长的立场 丁院士不仅回答的有理有据 还怒对一句 中国人是不是人 把柴静队的哑口无言 或者中国说的更白 我都1990年到2050年 我的排放只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 80%就行 那他会觉得说 中国这个人口大国 你这么一成络吧 那个技术太大了 那么我就说问题了 那么就说中国人是不是人 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 那为什么中国就 就是中国的这个就是 同样的一个中国人 就一个少排 你这个算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 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 他们可能会觉得 科学家甚至不应该 以国家利益为前提 而应该比如在 人类共同利益的 这个前提下去制定方 我没有否定 人类的共同利益 违复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千年 联合国的千年发展计划落实 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利益吗 在外人看来 这段采访柴静自始至终 都站在了西方国家的立场上 再加上他赴美生子这件事 柴静彻底惹到众怒 他的口碑一落再落 每天都有大量的网友 在网上用言论攻击柴静 也许是受不了舆论的压迫 最终柴静选择从央视离职 正式移去美国 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再出现在人们眼前 2015年 柴静带着自费百万的纪录片 穷顶之下归来 他在社交平台之言 拍摄这部影片 就是自己与雾霾的私人恩怨 因为他的女儿 正是因为国内长期雾霾污染 导致还未出生 就患上了肿瘤 为了让孩子有一个 良好的生活环境 这才选择了一句 医生对我说 他这么小的年纪 做全身麻醉 是有可能醒不过来的 你要有个心理上的准备 我还没有来得及抱他一下 他就被抱走了 这部片子用了大量 柴静自己调查的数据和视频图片 向人们展示了 雾霾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巨大危害 呼吁大家要爱护环境 希望工业从事者不要只顾利益 肆意破坏大自然 短短两天时间 穷顶之下的网络播放率 已经超过两亿次 刷爆了网络 柴静的人气迅速回升 但正当人们对柴静的狂热 将再要掀起时 著名的打假卫士发表了一篇 名为柴静穷顶之下的造假迷雾的文章 称穷顶之下数据夸大 还可以将环境污染与能源非私有化联系在一起 最终穷顶之下仅仅上映7天就被下架 一时之间抵制柴静的声音不绝于耳 随后柴静本人也被拍到了 在美国开着大排放量的汽车出门的照片 口口声声呼吁大家保护环境 却没想到自己就是那破坏环境的一员 柴静就此丧失了属于自己的最后一段话语权 彻底从大众推崇的公知女神变成了人民公敌 在这之后媒体上没有了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但前段时间有人拍到了她和朋友聚餐的照片 照片中的柴静并没有化妆 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 看上去苍老了很多 但现在的柴静是在家乡夫教子 还是从事不为人知的幕后工作 这对于大众来说仍是个代解的谜 希望她以后的人生能一切顺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周星曲说 明知道这段台词会被人说是在抄袭自己 但她已经不在意了 她要让唐僧说出19年前 孙悟空所说的那段台词 为什么要用多年前的这几句话 就可能我对这几句话有情意及 我可不可以理解说 就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想法 就是我就想在这个时候 说出我人生中想说的这句话 你有这个感觉吗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